我们要准备的不只是 这个只是最直接 而且跟我们太类似的产业 谈吐文仲他是义美董事长高志尚 72岁的他品学广播 在艺术以及收藏方面颇有研究 还担任摩蒂夫艺术公司的负责人 却涉及了卖假化风波公司 悄悄解散 摩蒂夫资产公司是负责媒介 名画艺术买卖的公司 而办公室就位于在大安区的这栋大楼里头 只是五年前却因为疑似卷入了假化风波 被提告了诈欺以及卫造文书 就是这幅画 名画家朱德群的学景 五年前公司执行长接到离职员工讯息 说有美国艺术家有名画家朱德群的画作要买 而且有保证书 最后以90万美金 也就是2700万台币成交 卖给了台中一位富商收藏家 但一个月后收藏家突然告知 他求证了朱德群工作室 没有发过画的保证书 这画疑似伪造 提告负责人 执行长卫造文书 以及诈欺 我们实际来到买家张秋敦台中公司 对方不予回应 其实提告了张秋敦也大有来头 成立机械工业公司 专门生产DIY的电动工具 还是全国千大公司 年营养32亿 其中不只身为董事长 还是画作收藏家 因为专买拍卖刊物的封面画作 还被称为封面杀手 2018年在香港以7200万元 买了华裔油画大师赵无忌的画作 是目前香港画作成交最高价 当然是或是台湾经济是有很大帮助 董事长被告对此 在医美方面解稿前未有回应 而双方的告诉也在之后 以分歧付款来和解 刑事方面也以不起诉来处分 且张秋敦也像你台北采访我的哦